全国第一条轻轨捷运将在高雄诞生 高雄轻轨第一阶段工程已经在进行这个轨道的铺设 最快明年就可以完工 今年的9月呢要开始试车了 高雄轻轨不架设电缆 沿着水岸河畔就可以欣赏到高雄的海港风貌 工人悄悄打打赶工忙着架设轨道 这是高雄轻轨第一阶段工程进入铺轨阶段 为的就是赶在明年完工 让民众看到全国第一条轻轨 轻轨通车后每个车站都铺有大片绿地 为而让民众搭乘上舒服 车厢明亮宽阔 车窗也采用大片窗户 沿途可以欣赏高雄独特的海港水岸风光 而且高雄轻轨采用无架空线供电技术 全程看不到丑丑的电缆 保留完整天际线 车子在那边走 你在旁边跑 右散步 然后景观都很漂亮 那经过他车子过去之后 车子又没有噪音 高雄轻轨第一阶段 全程有14个站 捷运无法接驳的地方 刚好有轻轨衔接 像是未来的亚洲行湾区 流行音乐中心 都有轻轨通过 未来的阿轻轨欣赏海景港景出游 将是民众首选 记者吴国珍 陈卫军 高雄报道 阿轻药 阿轻加 阿轻加 宇宙 何